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以最最的掌声 欢迎上进下空楼上以及吴部长 玉林华会现场 2016年8月15日 净空老和尚清临屏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指导中原祭祖超度梁黄宝颤法会 并为同修开示 梁黄宝颤的功德不可思议 其免同修大德认真努力 用真诚心 恭敬心 圆满成就 殊胜庄严的佛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赢索 李宗盛 陈总裁 谢执行长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同修大德 大家好 今天是华藏卫视 中原祭祖发挥的吉日 这是一个殊胜的音乐 意义重大 祭祖的目的是提倡孝道 教导人民不忘本 面怀祖先的恩德 千百年前的祖先 我们尚且念念不忘 念念感恩 对于现前的父母 哪有不难跟的道理 孝道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每年祭祖代表孝 是提倡孝道 孝孝孝老父子 代表敬 提倡私道 孝亲尊丝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 孝是根 敬是本 要把我们自信里面的孝心 尊丝中道的心 唤醒 恢复起来 这个世界就会朝着正面的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能与上书 圣宗追悦 明得归后 这两句话 讲的是孝苦 古人懂得圣宗追悦 提倡孝敬 所以 古时候社会风俗 那么好 我们今天要端正世道人心 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 造福社会人群 必须要从祭祖做起 所以 这个活动 因缘殊胜 意义重大 要怎样教育 才能把人教好 要从孝亲尊丝开始 必须父母与老师密切 或者才能把人教好 父母要教自己的小孩 尊丝重道 如果让老师对学生说 我是你的老师 你要尊重我 这个话说不出口 所以 必须要父母教儿女 尊丝重道 为什么要尊丝 尊丝是为了重道 因为你的智慧启发 要靠老师 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一样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要父母对子女说 你要孝顺 我是你的爸爸 这个话也说不出口 所以必须要老师去叫学生 孝顺父母 因此 老师叫学生 要叫孝 叫学生 孝顺父母 父母叫儿女 要叫尊 叫儿女 尊丝重道 叫孝于尊 就这样开发你自信 功德的工具 因为这就是信 孝道和思道 不单是人道 而且是各个宗教的神圣 是祝福如来 大道的根基 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即使孔子 释迦佛来教你 你也不会有成就 你修的善法再多 都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决定不能成就你的德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根 你没有本 没有了根本 就像花瓶里面 开的花一样 看起来很美 两三天就凋谢 哭死了 所以 真正想成就 神仙君子 一定要从信 孝道 修起 教育 是要从 扎根 教育开始 扎根教育 全靠母亲 母亲是孩子 第一任的老师 母亲 什么时候叫 怀孕的时候 就要开始叫 叫胎教 母亲怀孕 这十个月当中 心地要清静 要先平息 活 举止安强 希望胎儿 受到好的教化 造福 社会 人群 必须 从祭祖 做起 所以说 这个活动 应援殊胜 意义重大 那么 怎样 教育 才能把人叫好 要从 孝勤 尊师 开始 今天 这个问题 很麻烦 很严重 中国 外国 都一样 父母 没有教你 尊师 容道 学校老师 也不提倡 孝勤 父母 所以大家都不懂得 孝勤 尊师了 我们今天 提倡 孝道 年轻人听了 他听不进去 不能接受 他说 我们这是怪论 谬论 不惑时代 落伍了 孝道 要什么有了 他怎么会懂得 尊师 忠道 思道 自然 就消失了 今天学校 很多 说个不好听的话 都是学店 开店 一切都商业化 老师在贩卖知识 学生 叫着学费 来买知识 现在 孝勤 尊师 没有了 能够 普世教育 也就没有了 我们希望 这个社会 能恢复 良好的知识 这个知识 主要 不是靠法治 法治是勉强的 要靠教学 教学 是从内心里面 生出来的 善心 善意 善心 无疑不善 所以 世出世间 大深大县 他们 不搞政治 不搞军事 不搞科技 也不搞经济 他搞什么 搞教育 这个教育 是普世教育 这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 我们必须在教学的基础上 弘扬 人体 道德 因果 剩下 这四种 普世教育 才能够促进社会 安定 活性 教育 要从扎根开始 扎根 全靠母亲 所以母亲 是第一任的老师 母亲 在怀孕时候 要先平息 后 举止 按墙 希望 胎儿 都能受到 好的 影响 从出生 到三岁 这一千天 是最重要的 教育 机遇 扎根教育 小孩出生 睁开眼睛 他会看 竖起耳朵 他会听 虽然他还不会说话 他已经在学 在母方 所以 一切负面 违背伦理道德 人 寺 无 不能让他看见 不能让他听到 不能让他接触到 父母在他面前 都要手里 做榜样 给他看 规规于矩 端正心念 所以 弟子规 不是叫小孩念的 不是叫小孩背的 弟子规 是父母做给小孩看 完全是身教 从畜生 看了一千天 到三岁 他全都学会了 这一千天 让他养成习惯 他就有能力 并别邪正 并别是非 并别善无 他有这个能力 不善的 他不会接触 善的 他会清静 忠育 古言语 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三岁 这个基础打下来 到八十岁 都不会变坏 今天 我们看 大家 有了 这么大的 场地 这么好的 设施 应该 做最好的利用 最好的利用 就是办 传统文化教育 为往生 集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这是当今 第一等的功德 最了不起的功德 我们希望 底下一代 有专家 学者 出现 有圣贤 出现 来把中国 如是道 三家 大大的 发扬 广大 让全球人 都能得到幸福 得到安稳 那是我们的愿望 期望在下一代 就是现在的儿童 儿童扎根 真正扎根 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来学 已经是半路初下 不是从根扎下去 真正扎根 要从娃娃抓起 所以最好 要办司术 办幼稚园 办小学 非常重要 对于儿童 要特别照顾 教育 职员 这些老师 教小学 低年级的老师 第二年级的老师 教育 成功 失败 关键 就在此时 此地 然后 在中学 大学 直接上去 一条龙的学校 要从这个地方抓 从这儿做起 那个 根本 在老 才不会受有外界的影响 一方面呢 也要办道德讲堂 我们有一处 道德讲堂 已经办了四年了 每个月 办两期 每期七天 专注 学习 学习 能力 道德 因果 神仙教育 七天 就能把人 教好 非常有效 帮助人 破密开悟 人 已觉悟了 逆子 变成孝子 悟人 变成善人 暴力 变成狐血 离婚的 他复婚的 吸毒的人 他接触毒瘾 成功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到现在 已经有三万多人 亲身受益 这充分显示 传统文化 普世教育 净化人心的 强大力量 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前途 一些曙光 所以我也在鼓励大家 开办道德讲堂 这对于 端正 世道 人心 促进社会 暗定后裔 具有非常 显著的效果 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 大司仪 所以 我建议 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 教育中心 也要举办 道德讲堂 如果 每个地方 都开办 道德讲堂 社会风气 就会很快的 好转 继续 推广下去 世界和平 直日和代 这就是 传统文化 普世教育 对当今世界 做出最大的贡献 今天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 报告过人 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的 一点 心得 感恩祖宗 把孝敬之道 把传统文化 广告 普世教育 流传给我们 记住 就是 我们表达 对祖先 感恩之情 承传 志愿的一个活动 非常值得 体操 我们应该 激发起 使命感 责任感 把祖宗 留下来 这种宝贵文化 遗产 继续承传下去 每个人 都付出自己 一份力量 在传统文化 普世教育上 做出贡献 这个世界 一定会 越来越好 梁黄 宝灿 这个法会 同样 跟这个三世信念 一样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庄严 道场 庄严 我们的社会 值得 提倡 希望大家 认真 努力 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 来把这个佛寺 顺利进行 圆满成就 祝福 各位 身心安康 光瘦无量 谢谢大家 我们感恩 老儿上 慈悲开示 大家在一起 这个掌声 谢谢我们 老儿上 慈悲开示 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坐 大众请坐 我们恭请好 而上 班方汉学学院院长 证书 我们请武经纪院长 上台 上台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祝福来的掌声 谢谢老儿上 谢谢理事长 慈悲 广队 公送 老儿上 我们也 敬州 老儿上 马亭 康安 不要 我 也 不 我 我 我 你 自己 你 我 你在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是净空老和尚对屏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的期许 为了让目标具体实现 老和尚特别敦聘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博士 为中华国学书院院长 其免如世道教学为先的愿景 一步一步地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实现 老和尚在梁黄宝颤法会的前一天 就入住中心的阿弥陀佛大饭店 陈总裁为老和尚简报中心未来的课程活动规划 隔天老和尚也在陈总裁谢执行长陪同下 历临位于文化教学大楼内的屏东华藏卫视念佛堂 参观展示传统文化瑰宝的华藏世界文创馆 以及录制奖金教学的摄影棚等等 目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的部分软硬体建设 仍持续地进行当中 待各项设施完善后 就会如老和尚的盼望 开办道德讲堂等等的传统文化课程 把如是道三根在中心落实扎根发扬光大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产传承下去 让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让传统文化普世教育对当今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 诚如老和尚所说的 这就是当今低等的功德 最了不起的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